他本人,不知道他會不會打黑癡 他正在打,但不知道是誰說他 其實他經歷過很多事,但我知道他很努力奮鬥自己的事業 知道他終於這麼多年後,終於有機會做到男一 所以我就覺得,我也很想跟他分享這種喜悅 而且現在這麼受歡迎這部劇,我就跟他說,你坐穩定了 他這期真是不錯,因為接下來又結婚了 一生日,一生日之後就結婚 其實很久之前,拍劇的時候,我講過 到時如果你拿時遞,你就馬上娶Apple,即是未婚者 立即結婚,到時才算了 我問你現在都結婚了,是不是真的要拿時遞呢 所以挺有趣的,他說他也很平常心的 而且最重要是大家喜歡這部劇 監製,我也很想讚他,他真的很認真去拍攝 有時你知道我們拍攝未必有很多預算 他也會有時有些道具,他會自己出錢去買回來 他很用心去,這個題材也是他想出來 然後叫Ruby去寫這個劇 所以監製真的很用心去製作這個劇 其實也是的,一個劇集的成功,劇本演員和工作團隊都很重要 大家一出的心,出來的效果是不同的 就算我們演員做得很好笑,他的剪接演員要到位才行 還有配樂,本來你怕,他不怕,他不怕,他不怕,整個戲已經不同了 所以整體的合作,做得好,是很開心的 你會不會覺得陳三聰在這個戲裡,他自己都比較投入 盡量跟你去商討,將幾場戲做好他呢? 有的,他會想很多很小的東西 例如他現在很Hit的口號,阿蕭精神服務人群 然後又開心過人,近來就說阿蕭精神等Alex等到頭暈 因為其實他是等著我回來跟他看劉聖宇 所以他就想很多這些細東西去加下去 其實都可以的,因為大家現在就是這樣 阿蕭,阿蕭精神這樣,所以都很入腦 阿蕭精神這樣,其實他也很緊張 因為他在微播之前都說,其實我覺得你做得很好 阿蕭精神就很一般了,希望大家都會喜歡看 他喜歡看你就好,我說不是,但你也挺好的,為什麼你要這樣說話呢? 但現在反而大家都很喜歡他的演出 那他謙虛才是演出的,他是謙虛 但你自己呢?對自己這次的戲,你自己又滿不滿意呢? 每一次演出都會有進步的空間 尤其是我們做完一場戲,我們經常都會想 相信大家都演戲的人都會想,這裏其實可以多些 其實這裏又可以,都會有很多東西想的 到今時今日看的時候,這個會,為什麼這個反應可以再做多些 就是都會有些位置 是呀,不知為什麼真的有 就算拍完那場戲回到家,都會想,剛才那場戲如果這樣做更加好 是呀,會有時會睡不著覺 是呀,就為了自己那小小的表現 有時我只回到家跟監製說,你可不可以補一個鏡頭給我呢? 那我做什麼?我覺得這樣做又比較好 是呀,OK的啦,OK的 我覺得這樣是一件好事來的 對自己的要求高,希望能夠做到最好 這個是繼續堅持,我想觀眾會看得開心的 還有另一個演員我都想誇獎的,就是那隻貓 阿靚寶 是呀,那隻貓是怎樣的? 那隻黑貓是很奇幻的 因為牠拍的時候,牠很可愛的 因為牠是一個,好像是安裝的 牠就會巡邏啊,牠會自己搭升降機 然後牠會知道哪些地方或者哪間房間哪間房間會有些奇怪的發生 牠就會坐在那裡看著 牠會很有靈性的 但是你看一隻貓去演戲其實是一件很難的事 因為貓牠不能怎樣訓練 還有靈寶那時候拍的差不多五六個月,但是是嬰兒來的 所以其實大家很擔心 不過監製就覺得牠的樣子很精靈 牠的眼睛很大很圓 所以想Cast牠 Which is 又中喔 因為靈寶原來很懂得演戲 牠天生一個 就是演員 像是遮貓 你叫牠做反應 他有做反應 很好笑的 因為我記得有一場戲 牠在我旁邊躺著 然後導演說我旁邊的房間聽到大聲 然後貓就會看過去那邊 然後 牠真的是這樣 牠會懂得演戲 有些是害怕的 牠會做反應 牠會懂得走位 走位我們帶牠走一次 然後Action 牠又會走 喔 對 對 對